保护百姓 设身卫国是我们的天职 如果军人都怕死 那中国真要亡国 四万亡国人 就真要沦为亡国奴 在宋家镇 有我们四百多的父老乡亲 他们都是我们的亲人 如果我们不回去救他们 他们就会落入日本人的魔掌 你们忍心看着我们的兄弟 被日本人屠戮 看着我们的姐妹 被日本人领辱吗 如果我们就这样走了 我们怎么对得起 我们身上的军服 我们怎么对得起 我们手上的枪 杀回宿家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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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刘叔 保护好刘叔姐 好 其他人都跟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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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队长是沈联长他们 燕子 哥 燕子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怎么来了 我遇到了赵队长 他说鬼子围教宋家镇 我带着徒习连战士 回来救你们了 燕子 你怎么还在这儿 我奉了上级的命令 掩护地委和乡亲们转移 现在刘叔叔就复伤了 需要马上救治 你怎么还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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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子已经在附近了 我们快撤吧 先没慌 现在听我指挥 小姐们别慌 有突击连载 一定会保证你们的安全 金才 到 你带一派断后 是 铁塔 到 你带二派前面开路 是 大虎 到 二虎 到 你带特保派和其他 突击连战士 负责两侧的安全 是 是 燕子 你带着救护军战士 负责以后老百姓撤退 好吧 小姐们 拿不到的东西就别拿了 撤 走 再撤 快 快 快 什么 什么 是 是 是 大佐 刚才突破了的敌 再次回来了 血力不在意 是 还在宋家镇里 现在宋家镇内的敌都合流 正面的撤退 援构上 这才是军队 这是 军队 正面的 军队 不 但是 战争会在红录 是 武队 双集 双集 看 武队 靠 武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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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子 小心 燕子 带着孩子走 快 快 快把孩子带走抢救 队长 快 用手洗脏 你带老百姓赶紧走 我和徒弟来掩护你们 我不会走的哥 燕子 听我话 不在 燕子 队长 带上老六叔 娟子 保护百姓撤退 快 队长 执行命令 是 燕子 你听话给我走 我们一起拦住鬼子 燕子 燕子 金人村右翼铺来 人太多 二派快解不住了 燕子 燕子 后面大批的鬼子 追上来了 燕子 怎么办 哥 大家都沉住气 所有人注意 集中火力 先等着后面的追兵 也后老百姓撤退 是 是 走吧 走 快 快 快 臣子 没有人 都不冲 不冲 什么 还 你 我 你 你 都不冲 我们船都得死在这儿 连长 天堂 在哪种方向 你带几个人 去把骨子的炮兵阵地断掉 是 其他人跟我足迹正面的人 是 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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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鸽近寨 到 快 我們等待在後面包拿一下 快走 打 鱼匪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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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子芸 冠大哥 你看 我给你带什么了 鸡腿 你吃 好吃吧 好吃 放下 子芸 还是你了解我 心疼我 知道我好这口 小兰 把东西都摆出来 那个沈连长他们出去了 到现在有什么消息吗 沈连长 他们已经走了一天多了 现在还没有消息 关大哥 你怎么了 我这两天右眼一直在跳 我总感觉 我总感觉沈连长他们要出事 关大哥 你放心吧 咱们突击连不是一般的队伍 他们肯定没事 对啊对啊 这儿还有酒呢 要不我们喝 放下 这个酒 是我留着等沈连长凯旋之后 我们来一起喝的 喝酒 Riviera 那在喝酒 你怎么喝酒 我们来喝酒 我品嘴 乖 你别喝酒 吧 我来喝酒 你喝酒 你乖酒 连长 金才 金才 燕子怎么样 伤口已经包扎好了 头上撞了一个蛋片 放心 没什么大事 那地位和老百姓呢 老百姓都已经在转移的路上了 连长 沈连长 萧可自用上来了 好 大家不要慌 弟兄们 地位和乡亲们 还没有安全撤退 这位随时能追上来 现在 听我命令 合金才 铁塔 大虎 二豪 带上燕子 手上的伤员 还有所有的弟兄们 迅速追上撤退的老百姓 掩护他们 我留下来阻击敌人 给你们争取时间 什么 沈连长 咱们不是说好 一起打鬼子了吗 要走 一起走 要咱一起打 连长 要咱一起打 要咱一起打 你们干什么 不服从命令吗 都留下来 谁来掩护老百姓 我们回来 就是为了救乡亲们 不是想一起 如果乡亲们 被日本人追上 那我们回来有什么意义 怎么对得起这些死群的弟兄 沈连长 沈连长 你们是军人 这些命令 沈连长 我们不能留下你一个人啊 对 不能留下你 连长 我求求你让我留下吧 好 我问你们 你们之中哪个人 由沈汉坚能打 你们哪个人强法要我准 你们哪个人 由我更了解日本人的战术 你们是职业军人 你们是通缉连的战士 要服从命令 听指挥 连长 为什么 什么都别说 现在 如果全都留下来 全都得死 突缉连不能毁在这儿 命令是我下的 我是连长 我必须留下来 这么多年我没求过你 答应我一件事 把这些人全都活着带回去 替我照顾好燕子吗 我们是军人 战死沙场 是我们的归宿 连长 但是燕子 我得让他好好活下去 打下我 这是命令 不投命令 连长 连长 我们不投命令 让我们留下吧 还记得我是怎么带你们的吗 你们就是这么当兵的吗 不服从命令 不天走指挥 连长 我求求你让我留下来吧 连长 我求求你了 连长 连长 我们不能把你留下来啊 快走 连长 连长 你 所有人 你慢走 是 不投命令 找我好燕子 找我好燕子 沈翰杰让弟兄们都撤了 他并没有告诉大伙 自己其实已经身负重伤 为了不拖累大家 他一个人留了下来 跟敌人做最后一战 导致 时导致 时导致 终膈 终膈 推 终膈 쏠 有 尤其 挟 对 Caesar 他 我 越南盟 大佐察官 紳士君的正面是 攻击失敗了 敵部队是要的吗 仍然是 敵是攻击失敗 七次攻击 但是 丑死人 这些人 可能是不知名 继续费之后 你们死了 是 起床了 封注一封 上車 封注一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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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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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抓住 小姐们 小姐们 快出 小姐们快出 小姐们 你必须拒絕 是 有弹 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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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车 车 车 救命 好 目前 你的病情比较严重 不过 盛排长 你头内有一块胆片 一直没有取出来 会有什么影响吧 可能会经常头疼 而且会引发其他病症 估计 你上校的日子 没几年了 小莹 对不起 我不能和你结婚 那你告诉我 如果你真忘了我 你还留着这张照片干什么 要么交出阵地 要么 看着你最心爱的女人 人头落地 小营 废虎营的毕庸 我来了 麽 啊 哇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神连招 他牺牲了 你说什么 神连招 他牺牲了 神连招 让我打了 你不不能 我打了 你乖 他 我干你 是 你 我 没 你 来 来 报告司令员 神汉坚连长 回来了 你要不要 你 我 寡杰 眼睛 忍者死我 好 全体都有 敬礼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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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沈连长怎么会牺牲呢 怪我 你这个混蛋 都怪你 都怪你 你这么大本事 你要是不为己 这次行动肯定跟我跟在一起 有你在我哥哥 师爷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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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醒过来 你给我醒醒啊 别碰我哥 师爷姐 别碰我哥 师爷姐 师爷姐 你给我醒过来啊 你走开 走开 师爷姐 我 你给我醒过去 你给我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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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给你准备了酒呢 我奶昌 我奶昌 你凯旋之后我们一起喝呢 快 快 我大哥 深埃姐 你滚开 我哥他不想见你 他不想见你 四明月 我们没有神连长了 四明月 精彩 四明月 四明月 看看你们 都成什么样子了 全体齐力 对 沈连长 牺牲了 你们在这里悲痛 愤怒 难过 就能把小鬼子 赶出中国去吗 同志们 大家想想 这个时候最高兴的人 是谁呢 是野村 他最希望看到你们 现在这副样子 正装 同志们 沈连长 和突击连的一百多名战士 是为了保护群众才牺牲的 他们牺牲的英勇 他们牺牲的光荣 今天 一支突击连倒下去了 明天 我们会锻造出更多的突击连 给小鬼子干到底 我们要让小鬼子看一看 中国军人是大不夸大 对 我们大不夸大 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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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情况怎么样 双还没有退 沈队长本来伤就没好 又受了这么大刺激 可能需要休养一段时间了 要不你们先回去 让他静养 放心吧 我们这么多人肯定能照顾好他 行 那我们先走了 那我们走吧 走了 娟子 是啊 快点啊 沈队长说得对 关大哥要是不危机 是啊 你怎么能跟着一起去 沈队长 他就不会牺牲了 就是说 关大哥有时能在 肯定不是这样的结果 大伙 走吧 看着 好 同志们 今天我们召开党委扩大会 邀请各排长联席 主要是商议突击连重建的问题 这几天我把原突击连的老战士们集中起来 又在其他连队挑到了一批骨干 人员呢基本上配齐了 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任命一个连长 目前突击连遭受重创 战士们的情绪很低落 这个时候当连长不容易 既要能顶住压力 又要能调起心气 对 司令员说得对啊 突击连是咱们苍龙山的主力 我们所有的家底都压在上面 这样吧 我推荐三排长李儿柱 他三年前就参加革命了 也多次立过战功 打仗很勇敢 我推荐一排长赵玉刚 别看他年龄小 可打起仗来 一点都不含我 这两个排长确实是不错 但是我还是觉得铁塔最合适 他的资历也老 战斗经验也丰富 说话也能服人 司令员 您觉得呢 突击连是我们手中的王牌 这个连长很关键 一旦选拨好 就会影响到我们整个 苍龙山的战斗力 我再好好想想 大家先回去吧 咱们先走吧 好 走 走吧 居然 在来 有一下 突击连的连长 铁塔并不是最合适的人选 一定还有能比铁塔更合适 其实 我已经想到了一个人 但我还不能确定 还在犹豫 来 把这个抄一弯 好 这是寻找沈连长遗物的时候发现的 今天呢 你怎么看 让我再好好想想 老陈 我来看你了 你知道 我一直都不太喜欢你 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 我们和你们飞虎营整整打了一天一夜 我这招腿就是那时候打残的 我对你们飞虎营恨之入伍 但是我今天想跟你说的是 自从你加入新四军以来 不仅带出了突击连 而且还打了很多胜仗 作为军人 你是一个合格的军人 我老杨敬你一碗 虽然到今天我都不能接受你 但是作为中国人 你是好样的 我敬佩你 为了自己的国家 你把热血洒在这里 你没有给军人丢脸 放心吧 老师 我们一定会把日本人 打出中国去的 老神 我走了 有时间 我再来看你 有时间 我再来看你 你看你 右掌 这个军人 вопрос 你促车 什么事 这事 你促车 你是怎么看的 突击连这一仗 不仅掩护了地方干部 和百姓安全撤离 给日本人也是一次重创 但是突击连也基本打残了 我统计了一下 从商与归队到连队人数 现在不满三十人 我们必须马上找到 一个有能力的人 把突击连带起来 而且是一定要带出来 我们不能让沈连长的心血白费 但是这个人究竟是谁 我也没完全考虑好 团里几个骨干 都在我脑子里过了一遍 没有太合适的 那 看看这个 怎么看 四旅员 我同意 你同意 是的 既然沈连长这么建议 我相信一定有他的道理 好 杨头长 通知所有牌以上的干部 明天上午八点开会 公布突击连连长人选 是 肯定是铁牌 没跑 肯定是啊 对 那赵玉冈呢 谁呢比咱们 这赵玉冈 不可能啊 这儿勇猛的 对啊 谁不信啊 是啊 肯定就是铁牌 肯定就是他 我们都服他 对吧 同志们 练长 同志们 今天把大家召集过来 是向大家宣布突击连连长的人选 前段时间 军分区各个部队 推荐了几位人选 最终确定的三位 他们分别是 一连三派派长李二柱 二连一派派长赵玉冈 突击连三派派长铁塔同志 下面请司令员 派长怎么应该 宣布任命决定 打承欢迎 同志们 在宣布正式任命之前 我有几句话要说 大家都知道 这三位候选人 个个都是好样的 李二柱同志 参军时间比较早 并且多次立战功 赵玉冈同志 虽然年轻 但是有头脑 打仗很勇敢 铁塔同志就更不用说了 著名的战斗英雄 作战经验非常的丰富 所以说这三个人 绝对是我们苍龙山的骨干 但是我要说的是 突击连是我们军分区最精锐的部队 可以说是我们苍龙山的军中之胆 所以这个连长的人选 非比寻常 这个人担自重 既要把突击连组建起来 更要给突击连带来一股 气吞万里如虎的精气神 所以军分区党委经过慎重考虑 最终做出决定 苍龙山军分区 突击连连长的人选是 关鹏 关鹏 这里是他呀 报告司令员 我不同意 关鹏确实不同意 打 merk status 还要有什 isto 我还要同意 倩 listening就是这段 干什么 你们想度反吗 我问你们 军人的天真是什么 无大利 好 我告诉你们 这是军分区党委 一致做出的决定 不容置疑 必须无条件服从 解散 报告 官鹏 你想说什么 司令 我不能接受 突击连连长这个职务 啊